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 中国篮球队在这场比赛中立刻强敌日本队 并拿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冠军 而这一份荣耀的背后 离不开中国队主力后卫孙力仁的辛苦付出 1944年 孙力仁奉命率领中国军队前往缅甸抵抗日本 并多次击败日本十八师团 五十三师团 第二个师团 在这场战争之中 孙力仁成功击败了日本三万多人 击伤日军超过七点五万 这样的一份成绩 在国民军中几乎无人能敌 而孙力仁也因此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国民军队战败后逃亡台湾 孙力仁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因为他的攻击 他一到台湾殿被国民党授予了上将 然而 孙力仁虽然战功赫赫 却是个不懂得朝堂心思的人 不懂得遮掩自己的光芒 从而被上司忌惮 后来 孙力仁因为受到他人无险 而被软禁了三十三年 在这种患难的时光 才最容易探见人心 孙力仁的妻子张精英对其不离不弃 坚持陪伴在他的左右 不仅如此 张精英还是一个十分大度之人 他发现自己不能生育 因此内心十分郁闷 最为难受的 莫过于无法为自己的丈夫传宗接代 于是 张精英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为自己的丈夫纳妾 他选择的对象便是张梅英 张梅英虽然是个妾室 但是却深受孙力仁和张精英的重视 不仅成功产下了四个孩子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不俗的成就 据维科学家 张梅英的大女儿在麻省理工读了博士 并成为IBM的高管 而张梅英的大儿子曾经在清华大学读硕士 张梅英的二儿子是国外名校的硕士 其小女儿虽然没有再有名的学校就读 但是也是一个博士 倘若张精英没有用心对待张梅英的这四个子女的话 他们也无法有很好的成就 因此 可以看出张精英对于自己丈夫的真心 以及其本人的大度 张梅英将张精英的所作所为看在心里 十分感动 于是心甘情愿站在孙力仁和张精英背后 负责处理家中的事物 一家子十分和睦 参考资料 孙力仁传下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咱们下次 cringe